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 我们十几个居士要去五胎山拜见妙法老和尚 为我们开车的是一位居士的朋友 某印刷厂的金老板 他虽然不信佛 却是肯为朋友拼命的那种人 他开着自己新买的三封轿车 跑这么远的路送我们 一是为朋友帮忙 二是曾听过一些妙法老和尚的神奇故事 想来列列齐 三是他从未来过佛教圣地五胎山 可惜的是 在第一天 我们向妙法老和尚请法时 也许是开车劳累的缘故 他竟睡着了 第二天 有几位居士向妙法老和尚请教患病的缘故 师父竟把他们曾杀过什么动物 甚至是如何杀法 怎么个吃法 以及过去某人曾偷过什么东西 用了多少 还有多少放在一个什么地方 说得一清二楚 着实让金老板震惊不小啊 他两个不大的眼睛瞪得溜圆 看得出他非常兴奋 紧张 而且几次欲言又止 当天下午 他找我商量 想晚上单独拜见妙法老和尚问点事 碍于情面 我事先征得了师父同意后 于晚上七点带他来到了客房 只见金老板恭恭敬敬地跪在妙法老师父面前 双手合十 庄重地扣了三个头 看来他已被师父折服 真的信服了佛法 落座后 金经理满脸愁容地道出了苦衷 我和妻子小梁结婚十二年了 有个十岁的男孩 在与小梁结婚之前 我一直与我的邻居同窗九年的小礼谈恋爱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并已经开始筹备结婚的事 就在这时认识了小梁 她的长相 工作条件以及家庭环境都比不上小礼 可是我当时也不知中了什么邪 竟和小梁一见钟情 在亲朋的反对声中 硬是与小梁结了婚 新婚第三天 仍有朋友到家中来 我父母也忙前忙后地照应着 此时又进来两个我的朋友 一面拱手贺喜 一面笑着对我说 小金 你小子真不够朋友 结婚也不告诉哥们 怕喝你的喜酒啊 我和小梁迎上前去笑着说 对不起了 结婚仓促 都给忙活糊涂了 请多包涵 这时小梁随即递上香烟和糖块 哟 小金 我说你咋不告诉我们呢 原来嫂子长得这么漂亮 怕是我们抢走吧 我也笑着打趣 漂亮什么呀 长得够丑的了 我都有点后悔了 话音刚落下 突然小梁一转身 两目圆争 两记很重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 一时我两眼金星直冒 所有屋里的人全愣住了 新娘子又哭又闹 不依不饶 我先是被打蒙了 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随即怒向胆边生 真有把她撕碎了的心 可是我举起的双手又放下了 李智告诉我 一旦打起来 不但周围邻居会看笑话 我爹妈还不得气死 在两个朋友的道歉机众人劝说下 我不得不强压怒火 陪着笑脸忍了下来 这二十年来 我们吵吵 打打不断 曾闹过六次离婚 其中两次连家具衣服她都拉走了 可是 每次要在办离婚手续时 总会被亲朋撞见 而百般劝主离不成 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疙瘩 两个人都想离婚 却总也离不成 有点邪乎 能否请师父指点迷惊 在金老板说话时 妙法老和尚微闭双目 似乎在听 又像在思索 此时他抬眼望着金老板说 你带孩子去动物园时 是否喜欢看白色的孔雀 金老板说 是 我觉得白孔雀开瓶素雅 好看 前三世 你生在山下的一个村庄 是个男孩 你常上山砍柴 结识了一只 栖息在山上的白孔雀 每次都会给白孔雀 带一些吃食去 白孔雀也喜欢与你玩耍 你爱白孔雀 白孔雀也喜欢你 有爱即有情 来世你仍是男生 白孔雀 则转身为女孩 因前世姻缘 结为夫妻 但因女孩是畜类转来 虽为人生 但禽兽的习性仍在 所以夫妻时常吵吵闹闹 你发脾气时 未免要打她 但是女人打不了你 自然记恨于心 再转世 你又是男生 穿戴好像是练武之人 她的嚎叫声 换来了其他的狼 将他拖回狼窝里 慢慢地死去了 妙发老和尚 看出金老板对他讲的事 半信半疑 又问道 你妻子小梁 侯杰上方 是不是有一道 胎理带的白色不规则印记 文婷此言 金老板大惊失色地说 有 有 妙发老和尚看着他 变得苍白的脸 温和地说 你不用紧张 每一个人的身形体态 五官面相 以及胎理带的印记 手纹 脾气秉性 甚至眉与丑 白与黑 全以前一世造的业有关 我佛慈悲 因你平时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自己随不信佛 此次却能帮助信佛的人 进山 礼佛 文法 故而今天 与你说破因果 我再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曾帮助几个女人 买过近似的门票啊 金老板显然又是一惊 有 有 那是几个下岗的女工 想进寺院拜佛祈福 又为寺院前一张的门票犯难 我正巧路过 听到他们几个人商议 就跑过去买了几张票送给他们 怎么这些小事你也知道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无论善恶 皆同此理 那我做过的坏事 你也都知道了 诸佛菩萨天地鬼神 细知细见 所以佛才叫我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呀 那我媳妇 是不是以后还要我的命呢 等你四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你回家后 因琐碎小事 又与妻子吵了起来 并动手打了她几下 然后你便躺下睡着了 你妻子在哭泣了一阵后 发得狠心 找到一节电线 把它霜起来 一头拴在一侧床腿上 然后把电线绕在你的脖子上 双手抓住电线另一头 用脚蹬住船帮 用力拉紧电线 你挣扎了一阵 不动了 她松手后 安静了一会儿 却又吓坏了 又去推你喊你 没想到 你又睁开了双眼 可是脖子以下失去了知觉 从此高位结贪 听到此 金老板脸色变得煞白 他突然跪在妙法老和尚面前 恐慌地说 师父救我 五六年前 有一次我逛百货公司 临出大门时 有一个人推着一辆轮椅进门 我吃惊地发现 怎么车上坐的是我呀 可是年龄比我大 看上去有四十多岁 定眼一瞧 又不是我 再看 还是我 为此真让我 别扭了好几天 我当时就想到 是不是预示 我在四十几岁时 会高位结贪呀 真让人百思不解 今天师父 您这么一讲 就对上号了 看来我真有这么一难 求您救救我 收我做徒弟吧 我从今天起 要皈依佛门了 不然我挣再多钱 又有什么用呢 妙法老和尚笑着说 你快起来 皈依的事 等寺理通知你 至于让你解除这一难 关键在于你自己 先要诚心忏悔 前生吵架打人 即杀害狼的种种过失 你可以现在 就到大殿里 拜佛忏悔 回家后 能在家中 设个佛堂更好 若不方便 不设也可以 佛在心中吗 但每天 要在你有时间时 为上一世 被你伤害 致贪死的那只狼 念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念一遍 约十几分钟 根据你的时间 一天念几遍都可以 但念时 一定要静心专注 诚心回向那只狼 帮助狼增加福报 与佛结缘 消除狼对你的嗔恨心 慢慢你就会发现 你的妻子 对你增加了爱心 家庭也会渐渐趋于和睦 本来注定要发生的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 金老板一直在恭敬地 听师父教诲 听妙法老和尚问 盲答道 听明白了 师父 我本来就不吸烟 不喝酒 连茶水都不喝 从今天开始 我把鸡鸭鱼肉全戒了 后面的故事 不需要再讲了 现在的金老板 家庭和睦 工厂业务繁忙 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老板 有时候 我们在遭遇一些不幸时 总会埋怨地说到 这是前世造的什么孽呀 而这就是佛教里讲的 因果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也是这般 所谓头顶三尺有神明 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有一双无形的眼睛 在看着 在记录着 千万不可以有侥幸心理 希望大家 以我为敬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